小赵 我觉得别说你妻子不相信 大部分人应该都不相信你说的话 你说你女儿都出生了七八个月你才回家 你现在怎么可能履行你三四个月就回家的诺言呢 我们确实不相信 而且刚刚我注意到你说的一句话 你说你为什么要听你爸妈的呢 那孩子是我们俩的 孩子确实是你们俩生的 但你养了吗 这么长的时间 好像我听来听去都是 我们的小李和他的爸爸妈妈在照顾这个孩子 他当然要听他爸妈的 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候是他爸妈伸出了手 让你们的孩子住在他们家里 帮你在抚养这个孩子 你也知道一个小朋友 从出生到现在 是多么艰难的一段岁月 光靠妈妈一个人他能忙得过来吗 两个孩子 一定是他家里人付出了很多的辛劳 帮你做了这个父亲的角色 才能够让孩子慢慢地长到一岁多了 对 所以他的爸妈当然可以在这个时间 给自己的女儿一些建议 因为他们看不见钱也看不见女婿 你在哪呢 你说了很多理由 你的工地特别忙 你那工地上的人 如果结婚了都像你这样吗 家里孩子出生也不回去 几个月不见面 几个月不见面 我想不会是这样的 忙只是你的一个借口 你就是不想回家吧 我不是 因为工地上确实有很多事 是不能不管的 工人要吃什么 你必须去买 我想问一下 工地上的事 我当然理解 工作上的事很重要 但是孩子的事就可以不管是吗 孩子吃什么都不重要对吗 怎么长大也无所谓是吧 反正有人给你兜底 你爱人 你丈母娘 他们都在忙呢 因为按他这个说法 从常识来说 不会有那么大的工程量 对啊 你很偏僻嘛 你帮人盖带房子嘛 小规模嘛 而且你那么关心 你工友的生活条件 你为什么不关心 你爱人和孩子的生活条件 所以我觉得你很多时候 根本没说实话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不回家 我再问你 你也问问你自己 好吗 好的 之前往家里汇的钱还多 对吧 到后面不行了 是生意不好了 还是用了他用了把钱 就是我父亲生病了嘛 玫瑰也要换车的 工地上 也要电子一些钱嘛 好 那你能算出两个孩子 以及孩子的母亲 你的老婆 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 而你又汇了多少 你有个计算吗 一定是没有 不用解释 很少的就几百块 第二 你好不容易 七八个月回来一次 然后待四五天 去再玩手机 请问你作为父亲 或者作为老公的职责在哪 所以因此你的老婆 以及她的家人 推断你在外面 就根本就不是在为这个家忙 逻辑成立 所以没有任何人会再给你三四个月 因为无数个三四个月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此时你的老婆要的就是 你要这个家 还是要外面所谓的你的事 要哪个 二选一 要哪个呀 我要 我要这个家 你要这个家 好 这个工地的项目可以退出吗 现在 不可以啊 因为一定 一定每件事都必须你是势必公亲吗 给工人买饭也要你去 每天就一日三三离不开你 是吗 是 是 你胡说 那咱们就离开了 她又不在你们家出现 这个家里她是缺位的 她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这个家 而我断然不信 那边离不开你 做了这么长时间 你还不知道应该花多少钱 把钱留给那边 一定会找各种方法去解决的 你回不来 就是问题 所以说现在面临的 就是二选一的一个抉择 你必须选一个 放弃一个 一定会想出办法来 怎么两边能短时间的兼顾 一定可以的 没有任何理由 明白吗 明白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行动 回到家里 人回来 西野在这里 那边去做一定的安排 短时间可能会为这个安排 多付一点钱 但是我告诉你 值 相对于 你要失去这个家庭 失去自己孩子和老婆的爱 值得 明白吗 别到儿子在外地 待了三四年 最终一场空啊 从始至终 老婆都是在给你留面子的 没有在这个场合里头 把你说得那么不堪 你懂吗 她没有提任何的问题 你明白了吗 谁也不傻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还能再维持 就是因为对你的爱 不要让他们再失望了 好不好 就这样 感谢观看